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庄盛怀 现在金山区的黄青路旁 可以看到牡丹莲正在盛开 从上个月初台湾生态工坊 基金会与动宝处决定要将已经封锁近半年的莲花田开放 让游客可以与莲花拍照还可以欣赏远道而来的西伯利亚白鹤 现在在金山区的黄青路旁边 都可以看到黄正俊阿伯所种植的牡丹莲正在盛开 不过今年可相当不一样 不仅可以赏莲花 还可以欣赏远道而来的西伯利亚白鹤 从上个月初台湾生态工坊基金会与动宝处决定要将已经封锁将近半年的莲花田 在假日部分来开放 而许多游客都已经走下来田埋近距离的欣赏莲花 直说靠近点看花比较美 我觉得可以这么清净合法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 那有清风徐来有美丽的风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 我今天来看花 那有意外的时候有看到鸟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就人的环境非常好 大家都守这个持续守规矩 然后照顾到可能后来要拍照的人 或者是闪花的人 我是来拍花跟拍鸟都有 对对对 那个鸟真的很难得见到 非常好 保育的非常好 而且还有专人看护 对 大家都很守规矩 对对 非常好 好山好水 游客的反应相当不错 而游客也知道这里有一位客人就站住在旁边 而游客说他们下来拍照的时候都相当遵守规定 不大声喧哗依照路线方向来近距离的拍花 不时还可以与小白鹤相对望 不过动宝处的看守员则说 若白鹤太接近人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别太靠近 因为白鹤的嘴很尖 只是说大家要小心啦 这个小白鹤会不会捉人 还是比较太接近 对对对 不要太接近 靠近的话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因为它嘴巴很尖啊 蛤 嘴巴很尖 对啊 它嘴巴很尖啊 如果万一的话夺到的话 对啊 动宝处对于游客都很守秩序 也乐见这样子的情形 而让场地持续的开放 而现在不只是假日 连平日也都是开放 给民众进出拍花拍鸟 只要一切遵守规则 就可以让生态保育 以及农地的友善环境 达到最好的平衡点 记得是软易 金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